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嘴上说什么要锻炼年轻人 实际把办公室那些吃空想人的火都塞给了我 而且这些火吧都很傻逼 比如确定各部门开会的时间 然后让我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各部门领导 所有人都通知完了 张古宇来一句 哎呀 改时间了 然后让我重新打电话 然后我就挨骂 我点头哈腰完 龙燕大怒地回办公室 本来就不高兴了 听见他得意的语气 说刚进单位的年轻人就要好好整治 不整治就不服管 笑死我了 根据骂的传播定律 我挨骂了 你也别想逃啊 我当时就推门进去了 笑眯眯地说 这几天的新闻大家都看了吗 我爸说 越是不行的男人 越爱给别人当爹 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 别四处大小爹 他气得脸都白了 我装作才看见他 惊讶道 张主任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多吃点肾宝 调理一下哈 有几个同事忍不住笑了 又很快明起唇角 不敢笑 七 他们怕张古宇 我才不怕 我以前赚了不少钱 考这个单位 是为了让我在病床上的爷爷高兴 说句大逆不到的话 我早就想好了 我爷爷去世的那天 我就辞职 辞职前 我还要去张古宇办公桌前 把他写的每一个错别字 和格式错误 甩他脸上 不学无数的玩意儿 还天天腰五喝六的 废物 这周五早上 我把策划案交给张古宇 他抱着手机 不知道是跟老婆还是情人聊天 策划案他一个字也没看 我懒得理他 到点就拎包走人 他这会儿倒是关心工作了 关心的是我的工作 楼月月 你工作做完了 走那么早 我翻了个白眼 我上购八小时的班了 不走 你给我加班费 说完我就走了 懒得搭理他 我们集团是层层选拔 考试进去的 性质比较特殊 他没权利开除我 甚至连我升职加薪的权利 他都没有 对我们这些下属 他能做的 就是甩锅 画饼 言语 托儿 在我之前 两三个同事 都是因为他这个傻逼而辞职的 我刚考进来的时候 就有隔壁不能的同事跟我讲 说我这个领导不好相处 我说没关系的 这世上就没有我处不好的同事 处不好的 直接变成了仇人 不配待在我的同事圈 领导我处过很多 完美主义的也有 大家一起 把事干好就行了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像他这么傻逼的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我周五早上交的策划案 他一个屁都没放 等我周六晚上 在家动猫的时候 他在单位大群里 艾特我 楼月月 你这个方案有问题 好家伙 好不要脸 我们不能也有小群 你是瞎了是吧 在大群踩我 凸显你周六深夜加班是吧 我放下猫 拿起了键盘 张老师晚上好 这个方案 我周五早上就发给您了 您一整个下午 好像都在和夫人包电话周 讲红烧排骨的做法 我催您 您也不搭理 出了 错时再不好意思呢 您尽管指出 要是能顺便 把您家红烧排骨的配方 发在群里 就更好了 我听着 也很想吃 点击回车键 发送 五分钟 十分钟 半小时 单位大群镜悄悄 我的私信 却炸开了锅 彭氏 月姐 永啊 谢谢 叫我月妹 羞涩 哈哈 我也想吃红烧排骨 那你也催催张古语 让他快点发 那可是大群啊 大群啊 宝贝 就是 那可是大群啊 大群啊 张古语 张古语彻底哑巴了 别说大群里 私信他都没来找我 哎 我爸说的真对呀 越是不行的男人 越爱随的大小爹 实际就是那只老虎 欺软怕硬 还是男人懂男人 周一一早 他把策划按啪的一下 拍在了我的桌子上 脸色呈现猪肝色 两只眼睛都快掉起来了 我的同事们大气不敢出 默默敲键盘 假装自己很忙 嗯 一般人可能吓住了 但是小张啦 姐以前做自媒体的时候 遇到的傻逼品 总比山海精还多 会怕你一个区区甚虚难 他死死瞪着我 一句话也不说 就等着我发问 我那么懂事 立刻就关怀地问 张主任 你的脸好红呀 难道高血压了 中年可不新的高血压 容易脑一些的 脑一血就容易中风的 中风就容易半身不随 半身不随 老来没人伺候 老婆推着你轮椅 跟别的男人跳跤一舞的 他脸胀得更红了 怒拍桌子 楼月月 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我立刻紧张到 啊 张主任 我这人就是直性子 没有坏心眼的 只是关心您的身体 您这把年纪了 千万不能汇集记忆呀 他看上去想打人 袖子都撸起来了 我的同事们迟疑地看过来 看上去很像是要拉架 我故作害怕地往后一缩 试探着问 您不会要在公安局直线距离三百米的地方动粗吧 嗯 我是公安局就离我单位不远 这一片的治安杠杠的 他咆哮道 把你的策划案改好 我改了一周末 以后别让我收拾你的烂摊子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 嗯嗯 那必须的 我谨遵您的教诲 立马改 快马加鞭的改 张古语回到他的主作去了 走之前 还瞪了我一眼 美人瞪人是风情万种 丑男瞪人是野猪上树 他要是不来找我麻烦 我还真就立马改了 那个策划案本来就没有大问题 是他鸡蛋里挑骨头 非要我搞出五彩斑斓的黑 他这么一恶心我 我当即决定 策划案先不早急 咱先看点 帅哥洋洋眼睛 办公室摸鱼大法说得好 要善用快捷键 以便迅速切换到工作界面 我先虔诚地打开 我单位集团的官网 点开首页置顶的新闻 假装我在工作 接着 打开某网站 快乐遨游 有脚步声在破镜 我发挥我单身二十年的手速 鸟关闭并切换界面 他中气十足地怒吼 楼月月 你在看什么 我一脸无辜 啊 我在看咱们集团的新闻呢 领导你要看吗 他仿佛拿住了我的把柄说 刚才玻璃反光我都看见了 你看了狗屁新闻 我默默把计算机荧幕转过去给大家看 一字一句地念出那个新闻标题 集团新换帅 楼军新任董事长 我委婉地问 您说这个是狗屁新闻吗 张古宇的脸都绿了 同事们的表情也很精彩 单位里开始传谣言 说我是楼军的女儿 某天人事部的小姐姐也来问我 我觉得很神奇 虽然说新任董事长 把自己的家庭信息保护得很好没错 可是我的家庭情况表你应该看到过的吧 人事小姐姐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咱俩谁跟谁你就别装了 董事长的女儿跟你同岁 你父亲那一来又是空着的 懂得都懂 只是没想到二代还能这么低调 不过你也不算低调了 哈哈 我们早该想到的 你这样的肯定是有人撑腰 嗯 我九泉之下的父亲在对我撑腰 十万言罗就问你怕不怕 我把这事儿讲给我闺蜜听 我闺蜜乐不可知 问我有没有成亲 我说白简一领导爹 又没当面问我 换你你成亲吗 他立即严肃道 成亲个屁 傻子才成亲 对嘛 这谣言很快传遍了单位上下 有了个便宜爹 我办事出乎意料地顺利 每个部门的领导对我都很客气 我多等了两分钟 他们就诚惶诚恐的 除了张古宇 谣言传得最厉害的那一周 张古宇去出差了 不知道是他人缘差 还是大家故意要整他 总之关于楼君是楼月月爸爸 楼月月是集团太子女这件事 他是一点也不知道啊 他回来之后 依旧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刚到办公室 屁股还没坐热呢 就开始骂人 我出去这一周 办公室怎么乱糟糟的 你们一点也不打扫卫生的吗 难道要等我来打扫 他发泄完更年气怒气 眼珠一转 指向我 楼月月 你去把地脱了 把玻璃擦了 这不是蠢蠢有病吗 办公楼每天都有阿姨打扫 我们单位又是高层 谁他妈擦玻璃 想让我坠楼而死 就直说 别这么委婉 我就沉默了两秒钟 办公室里的一个大姐 立马起身 我来打扫吧 月月 你忙你的 我惊奇地看着他 他以前是张古雨的 头号狗腿子 我们这些小年轻 被折磨 他都装聋作哑的 今天这是觉得 我是比张古雨更粗的大腿 所以气暗通明了 张古雨也愣了愣 你不用帮他们说话 你不是带孩子辛苦吗 休息休息吧 哦 对 这位姐以前 嚷嚷了带孩子辛苦 把工作都丢给了我们做 天天在办公室里 给他小孩做手工 吃毛衣 看到我都恐婚恐欲了 大姐连忙说 我不辛苦 他们年轻人天天加班才辛苦呢 我来 说着就出去提水桶和拖把了 嗯 姐姐 我其实也不辛苦 我又不加班 张古雨一脸猛逼的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见我看他 很快又调整了表情 没好气地骂我 小年轻要有眼力架 要主动 别每天等着领导催 你爹妈怎么教育你的 此话一出 整个办公室都冰封了 刚好大姐拎着工具回来了 一听这话 紧张地放下水桶 连连说 哎呦张主任 可不敢这么说 张古雨粗声粗气地说 我就把话放这儿了 怎么了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要我说 这就是爹妈的问题 在大姐慌望的眼神中 我恍然大悟地一点头 张主任 怪不得你看着 就很会打动了 他这个人 真的很不像的男人 哦不对 侮辱男人了 他就不像个人 他说不过我 就各种陷害我 这天他让我去楼上 找某成姓领导 我还以为 成领导找我有事呢 就上去了 结果在电梯里 遇到了成领导的秘书 秘书知道 他让我去找成领导的时候 大吃一惊 怎么让你去 我问 怎么了 秘书紧没弄眼地说 领导这会生气着呢 你们部门 交了一个总结 有很大问题 兄弟企业派人过来了 这是妥妥要挨批的 我惊了 问哪个总结 他大概说了一下 我就心里有数了 张古语个死不要脸的 那是他出差一周 做出来的垃圾成果 为了不让我们沾光 他还不肯把总结拿给我们看 美滋滋滋地自己浇了上去 哈哈 有好处自己冲 出岔子了 就让我背锅是吧 我可娶你妈的 秘书替我出主意 你现在回去 说你不去了 让张古语自己去 他还能绑架你不成 我心里有了个主意 笑嘻嘻 不行 我得去 不然谁替张主任发声呀 我刚推开门 一份荡家就飞了出来 随着来的还有怒骂 看看你干的好事 幸好我闪得快 啪的一下 躲开了 秘书胆战心惊地捡起荡家 小声说 程总 来的人是楼月月 程总看见我 突然就变了语气 尽管表情还没顺畅地切换过来 但已经强迫自己微笑了 是月月呀 那个 你们部门做的这份方案 有点问题呀 他办公室里 坐着喝茶的那些兄弟单位的对接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好像不明白 为什么程总突然穿去变脸了 余光披荐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打字 楼君 于是另一个人也恍然大悟 我好想笑 这就是狐假虎威的快乐吗 对上程总略显扭曲的笑容 我诚恳道 程总 这份方案 我们部门的人都没看过 是张主任出差后亲自写的 我们有心帮他叫队 他直接就上交了 您看 他大概是想到了我被刁难的传闻 心领神会 拨打了那线电话 中气十足 张古宇 你赶紧滚上来 张古宇滚上来了 一进门 他就先生夺人 程总 你别生气 我们部门的年轻人干活就是毛毛操操的 我回去训他 狗东西 上来就甩锅给你姑奶奶 我立马装委屈 张主任 您这个报告 我都没见过 他大吼 楼月月 你干活越来越不走心了 部门的报告你连看都不看 你还好意思说 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你爹 我对得起你全家的工资 我心里骂得越厉害 脸上的表情就越委屈 可是张主任 这份报告的主笔人是您啊 趁他没反应过来 我三步并做两步 把报告内夜摊开给程总看 第三行赫然写着张古宇的名字 尤且仅有张古宇的名字 他气急败坏 又要骂人 程总沉着脸 够了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让人家笑话 坐沙发上 津津有位喝茶的兄弟单位对接人 突然被点名 立刻收起了看热闹的脸色 切换成严肃的表情 我都读出他们的心里话了 怎么了 这年头谁不爱看笑话呀 打工这么苦 看看笑话怎么了 那边张古宇急得火烧眉毛 程总 您听我解释 程总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当家 又一把派在了张古宇的胸口 汇总的数据都算错 更不要说增量存量 你做主任就是这么做的 我看你是想清浮想太久了 这就是给事情定性了 不仅定性还扩大了 直指他的工作态度 小张勇敢飞 有锅自己背 张古宇脸都搭了下来了 声音都软了 程总 不好意思 我回去一定改 程总于怒未消 看都不看他 直接说 出去 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也低内顺眼 实则内心狂喜地跟着出去了 电梯里 只剩下我和他 他一扫方才的卑微 恶狠狠地说 楼月月 你挺有手段啊 挺有本事 这是傻逼吧 我微微一笑 我哪有什么本事啊 报告又不是我做的 倒是张主任 您才有本事呢 让我上去替您挨骂 您一个大男人也好意思 他怒而转向 瞪着我 让你挨骂怎么了 谁不是挨骂过来的 年纪轻的时候就应该挨骂 以后就能锻炼心理素质了 傻逼 绝世大傻逼 我说 年轻的时候挨骂 能不能锻炼心理素质我不知道 但看您的样子 年轻时忍气吞声 以后倒是有可能心理扭曲 楼层到了 我准备出去 电梯门即将开启的瞬间 他狠狠按下关门键 暴跳如雷 楼月月 闭上你的臭嘴 我直指监控 张主任 注意文理用语呀 创建先进伦民单位 人人有责呀 门终于打开了 外面一堆等着电梯的人 显然是听到了 我和张古语的对话 表情五彩缤纷 我审视了一下刚才的对话 我可是个高素质青年呢 为什么没人告诉张古语 关于我的谣言啊 我真的很疑惑 他的人缘就差到这个地步吗 闺蜜温柔答疑 你这不是废话吗 按照你的描述 谁喜欢跟他共事 巴不得他捉死 你把他踢出单位 换了好相处 能干事的人来 我是没能耐 把他踢出单位了 但是他倒是很想 把我踢出单位 他不知道 从哪里搞了一台打卡机 宣布我们部门从此以后 要打卡上下班 打卡显示的工作时长 将作为年底绩效考核的依据 傻逼 人事部门都没发话 你有什么资格 但我确实不在乎 年终奖那块八毛的 我就懒得理他 这台机器针对的其实是我 因为我从不加班嘛 但是办公室大姐 首先不乐意了 因为他要送孩子上学 俩孩子读的学校 男人北辙 他每次都是踩着点上班 迟到了五分钟 十分钟的那是家常便饭 因此 这台打卡机刚 放到办公室没几天 电源线就莫名其妙地坏了 张姑宇气急败坏 谁搞的 谁搞的 大姐慢悠悠道 是老鼠咬坏的吧 他怒了 写字楼怎么可能有老鼠 我笑嘻嘻道 鼠背白天都敢放肆 晚上出来磨牙 也很正常啊 他盯了盯我 居然没说话 还在纠结电源线的事 哎 他好没问话呀 我骂他 他都听不懂 无敌 是多么寂寞 这天 人事部小姐姐邀请我 共进午餐 他们部门八卦最多 我很快地 就端着餐盘过去了 结果 他们部门 百年不遇一次的领导 看见我在 也坐到了 我们这张桌子 人事部小姐姐 顿时有点食不下咽 我倒是挺坦然的 毕竟又不是我部门的领导 领导很关心地 问我的工作情况 然后说 现在集团上下 都在搞改革 问我对单位的人事制度 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 一副要偷听 陛下旨意的架势 我总算知道 苏培胜为啥那么炙手可热了 这就是天子金城的待遇吗 这我不给张姑宇上点眼药 我都白看了那么多遍的 真还传啊 我洋装思考的样子 慢吞吞地说 我就有一点比较好奇 咱们单位什么时候 引进了指纹打卡呀 领导立刻去看 人事小姐姐 有这事 人事小姐姐欲哭无泪 没有的事 只是跃跃他们部门 张主任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的指纹打卡机 说他们部门要搞打卡 每个部门领导 都有一定的材量权吗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领导拿筷子拨弄着菜 没说话 我立马笑了笑 自由材量权是好事 只是呢 今天你弄个打卡机 明天我也弄一个 每个部门都有 自己的一套评估方案 那还要人事部做什么 人事部的存在感 则 他的筷子停了 我又添了把柴 咱们单位那么多谁谁女儿 儿子 姐姐的 这要是都用打卡机了 回头人家不会说是 张主任起的头 只会说是人事部门的意思 您可要替张主任背锅了 领导或许没那么在意 其他部门员工的死活 但绝对在意自己的利益 人事部的存在感一旦降了 那他这个人事部老大的存在感 不也跟着降了 关系户一旦抱怨 背后的大人物发起火来 难道就有好果子吃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事吗 张古宇平时老让我帮他写报告 咱就把毛选邓选看了个遍 台兵布阵的方法拿到职场上来 那绝对是降维打击呀 一听这话 领导菜也不吃了 放下筷子就说 月月 你说的很有道理 既然是同一个单位 就要用同一套方案 我这就跟你们张主任说 他端起餐盘就走了 我望着他风风火火的背影 有点垂涎 那么一整块牛排都没动呢 这些领导真是的 为了争权夺利 连肉都不吃了 你倒是留着给我吃啊 这天 电工刚来给指纹机换电线 就被张古宇不耐烦地打断了 都别休了 妈的 他那句妈的 其实针对的是人事部门老大 因为今天上午 他俩刚吵了一架 隔着门都能听到的那种 然后倒霉的电工师傅 就成了出气筒 但问题是 我们单位的电工都是外包的 换言之 你张古宇管不凿他 电工师傅 放下工具袋 脸色也很不好看 你三催四催地打电话 我才插队给你弄的 你跟谁妈的爸的呀 嘴咋那么贱呢 换成独处的时候 张古宇没准就道歉了 但此刻 我们这群小兵 齐刷刷地看向他 他突然就硬气了 怎么了 我说这话怎么了 修东西 难道不是你们的本分吗 我还说不得了 电工师傅 也是个狠人 一句话没说 拎着工具袋 就上去了 我一眼没看着 那工具袋 就出现在了张古宇的脸上 好一个猪头开花 眼看着就打起来了 我怕电工师傅吃亏 连忙失忆办公室里的俩 男生上去分开他们 顺便拿着扫把插到他俩中间 左右横扫 开始拉架 当然主要是扫张古宇 我这人亲属有别的 张古宇绝对的人间值得 大姐护着自己 好不容易给孩子做好的手工 连连大喊 你们不要打了 她真是女高音啊 一嗓子 把隔壁好几个部门的人 吼来看热闹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 把电工师傅和张古宇拉开 张古宇还虚张声势 你们别拦我 我冷眼旁观 又拿扫拔给了他几下 这慎虚的玩意儿 我刚看得明明白白呢 电工师傅常年干体力活的 立即不知道比他强多少 几乎是压着打 他还好意思张口说别拦我 不拦着你 你就被人家打死了 丢人不丢人啊 一听张古宇挑衅 电工师傅甩开前置 撸起袖子又要上来 张古宇眼见得是慌了 随手抄起正直 可又没拿吻 哐当一下 砸在了我的小腿上 卧槽你大爷啊张古宇 我妈说的没错 看热闹也要躲远点 真的 我捂着腿 开始流泪碰瓷 大姐尖声喊 你们别打了 月月的腿伤到了 电工师傅倒是能分清敌友的 估计是知道我刚才帮着他打了好几下张古宇 这会儿也停了下来 张古宇巴不得有台阶下呢 急忙来装好领导 楼月月 你有没有事 我哭得百转千回 我好痛了 张主任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骂电工师傅 为什么又要打我呀 得抓紧时间 把罪人定下来 可不能让电工师傅背锅 呜呜 大家齐刷刷的看向张古宇 他显得很尴尬 我不是故意的 我拿出杀猪般的嚎叫 盖过他的声音 送我去医院啊 我要骨折了 其实并没有骨折 但我一直喊痛 并且暗示医生说我可能有其他损伤 医生很尽职尽责的 给我办了住院 让我明天去做其他检查 住院的第一天 领导们闻风而来 亲自来探病 各种鲜花 水果礼盒 各种殷切慰问 不少人故作不经意地说 你爸爸不愧是掌舵人 真能沉得住气 这也能不来看你呀 嗯嗯 我爸爸都葬了好几年了 这要是沉不住气 不就吓人了吗 其实啦 我很有自知之明的 他们来探望的 不是我娄月月 而是他们想象中 集团董事长娄军的女儿 更进一步说 他们是来碰运气的 是想看看 有没有可能在我这间病房 碰见楼君 哎 要不怎么说医院能见众生相呢 这我不就见早了吗 我刚进单位的时候 到各个部门流转过 这些领导 虽然没有张古宇那么奇葩 但也都爱搭不理的 人果然向上是一副面孔 向下又是一副面孔 按马克思的说法 这就是把人异化了 他们眼里的人不再是人 而是背后利益与价值的综合体 但我很好奇 不把别人当人的话 自我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呢 恐怕也一样 是钞票和权力堆 站起来的东西吧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那样建立起来的 自我是虚无的 遥遥欲坠的 因为金钱与权势 随时可能会走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自我如同沙滩城堡 轻易就能被冲垮 所以 看着这些 笑容可掬的大领导们 我心里有点怜悯 张古宇也来探病了 跟更上一层的 直系领导一起来的 他来之前我就收到短信了 不门小伙办法来的 月月今天可有好戏看了 领导把张古宇大骂了一顿 说他没有团结意识 怎么能误伤到你 他可委屈了 说是你自己冲上来的 领导大骂他蠢货 说董事长的女儿 怎么可能那么傻 哈哈 你都没看见张古宇的表情 他差点就吓尿了 真的 估计现在在家后悔到垂墙呢 张古宇的确很后悔 从他现在谄媚的表情 就能看出来 领导问我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悠悠地说 哎 张主任下了狠手 恢复得不太行 其实已经剑步如飞了 领导一听 怒瞪张古宇 然后说 玉悦 单位内部已经给你张主任处分了 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检讨书 张古宇还真的从兜里掏出了检讨书 手写的 很长好几页 然后就开始念 我震惊了 他念了半小时还没念完 我忍不住打断他 张主任 你可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竟能为权势折腰到如此地步 小女子着实佩服 佩服 他连忙说 玉悦 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 好不好 他一贯对我骂骂咧咧 一致气使的胖脸上 努力挤出和善妥贴的微笑 殊不知 这种不常做的表情 出现在他脸上 已然是换了味道 仿佛再装一根尾巴 他当场就能摇起来 见我沉默 他开始自扇耳光 左一下 右一下 个个都很响亮 都很用力 领导就这么看着 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 我本来很讨厌张古宇的 这会儿只是觉得恶心和荒谬 我说 你别搞这一套 我确实很讨厌你 但我不会使手段害你 你可以放心了 领导使了个眼色 还不谢谢月月 他仿佛松了一口气 点头哈腰地向我鞠躬 月月 谢谢你呀 你可真低调 也怪我不长眼 哈哈 我有点心累 不想说话 领导有眼色 立即拉着张古宇要告辞 月月 你好好养病 病假的是不用操心 有的是人干活 他们俩走了 病房从心归于安静 我们单位工作量很饱和 我普通节假日 都会被打电话要求加班的 病假的是不用操心 简直是天方夜谭 定着墙角堆满的昂贵花束 我决定病好了之后就去辞职 这忽假虎威的日子 我不想过了 闺蜜骂我傻 又不是你主动骗的 你只是不拒绝 也不承认而已 你又没做错 上赶着的是他们啊 你干脆就借着这个 由头升职加薪 每每整顿职场啊 我有点说不出话 这种整顿职场 跟我原本想的整顿职场 我承认一开始介绍的感觉非常爽 那些平时挑三拣四领导们忽然对你和颜悦色 换成谁都想继续的 但主要是我自己是从小苦过来的 我知道平凡如我会遭遇的真实情景 因而对这种虚假的美好 就更难攻击 我还不如没有这个假身份呢 那样我起码对人会对得更畅快 而不是心里会涌起莫名其妙的怜悯 对他们 对这个社会 也对虎假虎威的我自己 出院后 我禁止去的人事部门 但没想到 我还没来得及提交辞呈 就被人事小姐姐安排了一个任务 她神神秘密地说 这个位置是专门给你留的 让你们妇女相见 哈哈 我这可不信哈哈姐 我接过了人事小姐姐 递过来的新员工代表 发言稿 想了想 把我的辞呈也一起递了过去 小姐姐很惊讶 你要辞职 我还没解释 她已经瞬间想通了 哦 还是要避闲是吧 想不到楼书记这么有格调 其实咱们单位关系户不要太多哦 其实是因为我爷爷没抢救过来 已经去世了 我留在这个单位 唯一的理由已经没了 是时候离开了 但这些话 我不打算告诉她 我只是催她 尽快走好流程 离职那天 我要好好整顿职场 楼君明天来视察 在我出院前 整个办公楼就被彻底打扫过 各位当资料也被从新书里总结了一遍 从上到下的工作量又翻倍了 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 办公室里的那位大姐都不去接小孩了 留下来加班整理材料 我拿着发言稿回办公室的时候 张古语腾一下 从座位上谈了起来 月月你出院了怎么不跟我说 我好去接你呀 我喊她名字张主任 她点头哈腰 哎月月 喊什么主任啊 太疏远了 以后就喊我谷语歌 哈哈 能要点脸吗 我说 你比我大两轮 让我喊你歌 她尴尬了一会儿 自删耳光 我嘴见 月月你别往心里去 我住院期间 办公室里来的新人 就坐在我位置的前面 我要写一个材料 她赶忙拦我 不用你写 让小和写就行了 大姐悄悄给我发微信 小和是外地人 无权无势的 你让她干活就行了 又来了又来了 这一套没有关系 活该受期的论调 你们能做个人吗 我把刀从张古语手里夺回来 冷冷到 既然都拿着一份工资 该干的活就别退给别人 想当老油条 小心反噬 大姐的脸色 也有点不好看 可又不敢说什么 信信地端着茶杯走了 小和默默看我一眼 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像是感激 又像是很羡慕 但这不是职场该有的生态 这天晚上 我破天荒地留下来加班了 要从写的不是别的 是人事小姐姐给我的那份发言稿 原稿写得非常官方 歌颂了一下单位领导的勤勉 同事的团结 同事积极表忠心 表态说明年将更加积极进取 用我的眼光来看 这篇稿子 就是在胡言乱语 本单位的现状 完全是稿件的反面 领导贪污受贿 同事敷衍色泽 确实有几个人很勤勉 就是那些刚进单位 毫无人脉的新人 至于明年积极进取 我看是更加积极进取的搞糊弄学吧 关系户一大堆 光拿工资不干活 几年折腾下来 看似烈火烹油 实际上 却是年年亏空 自查自咎的口号 喊得比谁都想 大量的人力物力花下去 经营状况 却始终不见好转 改革看上去如火如荼 却不敢触及到问题的根本 亏的是公家 肥的是自己 这桩买卖太划算 谁不做谁是傻子 但是 他们都忘了 皮质不存 毛浆烟覆 我越写越生气 就差把键盘敲出火星来 这群垃圾太丢人了 第二天 我灌下一杯黑咖啡 让自己彻底清醒下来 然后化了一个最高冷的妆容 熊啾啾气昂昂地去了单位 行政小姐姐 很早就给我发了今天的行程表 还不忘提醒我 要提早去会议室 单位留了一个妇女叙旧的时间 名义上是让我单独给楼君讲解公司发展史 实际上是让我偷偷给公司说好话 我走进会议室之前 大领导很亲切地来找我 月月呀 知道一会儿怎么跟董事长说的吧 我看着他脸上讨好的表情 不由地冷笑起来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要把你这些年 治下不利的全过程全说出来 见我笑了 大领导很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 很快又低声而语 听说你要离职 单位给你准备了一份离职礼物 祝你前程似锦啊 他笑得很隐晦 我却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贿赂 真恶心 我没再看他 拧开门把手 推门进去了 楼君独自一个人 站在会议室里 正在看墙上挂着的 本单位的发展历史 他个子颇高 人却轻瘦 穿着颇低调的灰色衣服 我想到了之前翻看的 关于楼君的百度百科 他大学毕业后的履历 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关于他的新闻 绝大部分与抓实干 但是嘴上人一道德 心理利益算计的人 实在太多了 我抿了抿唇 给自己加油打气 就是这一次 成功 就当我日行一扇 肃清单位风气 失败 我就继续滚回去 做我的骂人主播 怎么算 我都不亏 普通人想要改变现状 不就得靠一点点 意气和勇气吗 想着 我开了口 楼书记 你好 我是楼月月 是此次配给您的讲解员 楼君转身 目光落在我身上 按照行程表上的规划 现在 应该是你们单位的一把手 和部门领导 陪同我参观学习 我笑了笑 只有我一个人来 是因为 他们误会 我是您的女儿 想让我给您提前吹吹风 楼君顿了片刻 声音不变喜怒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 我甚至拉开了椅子 给他倒上了水 然后笑盈盈地说 我姓楼 自打进单位来 就很勇地拆穿了 我领导违规报销的事情 并且在领导 欺负新人的时候 还嘴对他 他不置可否 去坐了下来 这是让我说下去的意思 我也给自己拉了椅子 一屁不坐下 我挑战领导的固有权威 破坏了他们的利益平衡 于是办公室里的老人们 集体给我穿小鞋 直到 您挂帅集团董事长的新闻 挂上了官网 单位里开始有了谣言 说楼玉玥之所以敢于 跟领导叫板 是因为他爸爸就是楼君 说着 我自己也觉得荒谬 忍不住笑了起来 耸了耸肩 我碰巧有一个特别的姓氏 碰巧一身反骨有正义感 又碰巧跟传闻中 您的女儿同岁 人民群众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是不是 他弯了弯嘴角 那笑容很淡 转瞬即逝 他很快抓住了重点 所以就有了这场妇女谈话 我打了个响指 自主自发地拍他马屁 您真聪明 他不理会我的夸奖 淡淡道 但是你看上去 并不想为他们说好话 我笑起来 如果您跟我一样 亲身经历过成为关系户前后的反差 您也会和我一样 对这家单位的现状 感到气愤又担忧 我把进入单位这几个月的建文 给他讲了讲 最浅一层 是我身为毫无背景的新人 如何被办公室的老油条欺负 往上一层 是单位的报销 招投标制度被狠狠践踏 从上至下 是规则 如而细 各种关系户盘根错节 再往上一层 是这些年大力推行的革新 如何雷声大于点小 如何举步为奸 最终沦为废止 我说的 有点激动 说到最后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很多人跟我说 我之所以这样看不惯 是因为我太年轻 但我觉得 不是的 我之所以看不惯 是因为 我是个正常人 之前 听我说话的时候 他始终表情淡淡 让人看不出 他在想什么 此刻 听到这句话 他终于笑了起来 娄月月 你们小年轻 说起话来 有点意思 说完 他脸了笑 话风一转 你说的没错 年龄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 这些顽疾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要怎么刮骨疗伤 我连忙说 不要判断是真是假 查理年抬账就可以了 财务部的人 加班加点 要把账做平 但只要请专业审计过来 很容易就能翻出问题来 望着他的脸色 我又添了把柴 我们单位不缺人才 缺的是刀刃向内的决心 他沉思片刻 突然问我 你是不打算 在这个单位待下去了吗 他不愧为官场 禁营多年的大领导 一下子就找出了 我得以破釜沉舟的立足点 我洒脱地笑起来 对呀 从一开始 我就跟这家单位 不是一路人 我爷爷之前生中病了 希望我能捧上铁饭碗 所以我才来的 现在他老人家 已经嫁和西去了 我就没必要憋着了 他笑道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像 我满脸问号 但他显然不打算 跟我说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拿过我手里的当家 看了一眼 我昨天加班加点写出来的 崭新的发言稿 我用尽毕生文学功底 把明朝暗讽写了十成十 就差指着领导们的鼻子说 他们是国家猪宠了 所以 此刻看着他捏着那张纸 我有点尴尬 他始终一言不发 我尴尬到 措辞是有点激烈了哈 他把发言稿团了团 钻成了废纸 然后说 你用你领导点头的那个版本 做发言稿吧 我就眼睁睁看着他 把那团废纸塞进口袋 见我沉默 他淡淡地说 改革是一定要改的 大刀阔斧是改 春风话语也是改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 但也需要稳扎稳打来做支撑 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 你要记住 今天你只是跟我做了 公司发展史的介绍 别的话 你没有说过 我把这番话在脑子里过了几遍 手心浸出汗 望着他的背影 轻声说 谢谢 他正要开门 听了这声谢 回过头来 不客气 好歹也算是赴女一场了 不是吗 说完 他推开门出去 守在门口的领导们 很快将他簇拥着往前走 而我站在原地 站了很久 才感觉到后背的冷汗 慢慢消了下去 那天我代表公司新员工发言的时候 用的是人事小姐姐塞给我的稿子 伟大 光荣 正确的 歌颂了同事友谊 领导魄力 表态将会用新生代的力量 将公司建设得更好 全场都在鼓掌 好一派花团紧簇 春风和煦 楼君视察结束了 第二天 我的辞职手续也批了下来 张姑宇隐晦地把一张银行卡递给我说 你这段时间为单位付出了很多 我们都看在眼里 这是送你的离职礼物 一点小心意 我恍然 想起那天我担负着给楼君吹风的重任 要推能进去之前 大领导说会送我一份离职礼物 果然是贿赂 我忍不住笑了 哈哈大笑 张姑宇被我笑得毛骨悚然 又不敢骂我 陪笑道 怎么了 月月 我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说 张主任 你自己留着吧 我不需要这个 她像是有点窘迫 也是 你这样的家世 肯定是看不上这点了 我抱着东西下楼 张姑宇和大姐急忙要帮我拎东西 把那几个之前跟我关系 就不错的年轻人挤到后面 这回 我没有拒绝 一直到了地下车库 我坐上了车 他们俩还隔着车窗 依依不舍地跟我道别 日月 祝你以后前程似锦啊 日月 祝你在新单位大展宏图 以后可别忘了提携我们啊 我按下车窗 看着他们 微笑起来 张主任 唐姐 我有个秘密 一直没跟你们说 他们俩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一丝窃喜 什么秘密 哎呀 月月 咱们都是自己人 说吧 望着他们笑出了褶子的老脸 我也跟着笑弯了眼睛 其实 我不是楼君的女儿 他们俩都愣住了 我感觉到莫大的快意 一字一句道 但是 你们俩误以为我就是楼君女儿的样子 真的很像小丑 可怜又可笑 我不再理会他们 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辆行驶出去 向着车库出口的那缕亮光 行驶出去 后视镜里 我看见他们俩木雕般站在原地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似乎又吵了起来 但这些跟我都没关系了 我从操旧业 又做回了骂人主播 粉丝问我 为什么停更那么久 我想了想说 我去体验生活了 在规则最严格 最爱规训人的集体里 狠狠掀翻了桌子 我看到人性 丑陋如黑色幽默 也看到黑暗中上存一丝丝亮光 我意识到 勇气当然是最重要的质量 可谋定而后动 也是行军作战的法宝 几个月后 蓝底白字的新闻通报 说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因涉嫌贪污 数额巨大 被移交给检察机关 公司也紧随其后出了通告 除了复述新闻报道外 还扎实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方案 供人民群众监督 那公司的名字 我可太熟悉了 楼君具体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确实做到了他说的话 春风话雨地将改革进行到底 粉丝说我体验完生活后再回来 脾气变好了 我哈哈大笑 脾气吗 确实是变好了 我与楼君虽然只有一面之缘 但他那天却教会了我太多太多 一方面 他揉掉了那份书生义气的发言稿 是漠不作声地在保护我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另一方面 他是一艘大船的掌舵者 他用他多年的智慧教会我 有时改革也需要考虑全盘利益 因为冲动并非好事 最重要的是 他让我意识到 心向光明的人 必须要站到更高处去 去夺取更多的权力 去支配更多的资源 因为这是战胜黑暗的唯一方式 倘若我楼玉玉只是个普通打工人 这场改革也就不可能被推动 我因为大家攀附权势的心 走到了楼君面前 而楼君也正是因为坐在了那个位置 才得以推进改革 说来还是令理想主义者有些不甘心 但我又必须承认 心怀理想的人不能以权力维持 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 谨慎地谋划 用所能调动的全部资源 去和黑暗搏斗 永远 永远不把世界让给讨厌的人 我想 我是时候转型了 除了骂人之外 我还得干点实事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